好 刚才是有名的Capricio Lave 里面的一段比较长的 所谓的圆滑奏的一个乐段 在吉他上 这样的一乐段往往被 很清楚的要求被执行 但是却忽略到它真正的一个 所谓的圆滑的目的 在这里当时很快速的 听起来像是像一声风 一样吹过去的这样的一种 花奏的乐段 它的目的要谈个圆滑 但是圆滑往往被误解 在吉他上面 我们两个音的执行 所以两个音要圆滑奏 它不要太多 吉他的一个打击的一个状态的话 我们第一个音用右手弹 第二个音用左手拨 但是这样往往会制造一些很不even的 不平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右手往往为了要制造 要弹大声一点 第二个音往往非常的小阵 那么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平均 不论在节奏上 无论在力度上 无论在音色上都不平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适得其反 我们原来希望是一个非常even 非常平均滑顺的这样的一个乐局 但是因为我们要执行这个圆滑奏的这个观念错误 所以反而执行的非常的不even 甚至比我们直接用手弹 右手来弹还要不好 这样的情形是要十分被避免的 那么我们当然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圆滑奏的目的 往往我们被要求说 第一个音要用靠弦 靠弦制造一个奏音 它不见得是需要制造中音 它需要制造一个非常漂亮的声音 但重点是圆滑奏后面那个音 也要非常类似 所以千万不要在那个音特别的把它有个accent 不要太用力 注意到每一个音的音色 以及当你要做shifting的时候 shifting不 当然音与音之间的一个平均 以及你要在shifting的时候 移动把位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到它的一个位置 这里 这里 在你做shifting的时候 很容易制造一个重音 那这个重音呢 有没有必要和音乐的这个需求 是不是吻合的 这一点都要考虑到 那如果不是的话 我要特别注意到你的所谓的放松 这个 也就是在你这个所谓的把位的转换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到你的手 不要因为你的你的这个很快速的shifting的时候呢 加了一个重音 如果这不是需要的重音 在这里如果是一个三拍子 所以这里这个shifting的位置呢 刚好是在end的位置 所以不见得会比 1 e and 2 e and 3 e and 1 来的正拍上面 可能还是会大声一点 所以这个shifting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地方 这个呢 都是在圆滑咒上面呢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biraz过分 嗯